水龙多个地区从今天开始建筑为期两个星期的加强新管令 而政府也宣布所有落实强管令的建筑工地都必须马上停工 换言之就算一些工地早前已经获得国际贸易和工业部的信函也不准运作 工程部高级部长纳都斯里法迪拉尤索夫发文告知出 政府目前只允许强管令地区进行维修保养和接线工程 不过只能以预约形式而且必须向连进的警局申请批准 工程部敦促所有建筑业者遵守国安会制定的标准作业程式 阻断病毒感染链压低疫情数据 任何有关建筑业的标准作业程式和指南 可以浏览建筑工业发展局的网站 或者拨打询问热线查询详情